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不会感觉到一点点愤怒吗 我当然也会难过 甚至去愤怒嘛 不过我觉得你应该听听法师的说法 因为法师对这些犯错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法师怎么说的 今天这个事件已经不是一种单一事件 我觉得是个社会问题的事件 所以我们应该看到问题之后 发现问题其实不会太困难 而是怎么解决问题 而解决问题的方式 如果还是用仇恨性的方式解决的话 这不可能 这个作案者是在这种仇恨性当中作案 之后我们解决方式还是仇恨性 这两个半斤跟八两没什么差别 需要的是慈悲性 我是没有机会能够看电视看报纸 但是有同学常常会跟我讲一些事情 比如说受害者的父母 他们就表现得非常理性 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 那个理性是来自于他们的智慧 他知道说仇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所以他表现的这种方式 是我觉得很佩服 那我也觉得说社会更需要这样的人 只有这种慈悲心 包容心才会让社会更好 实际上当我们在怪别人的时候 我们很少去想说 我就是造成这个事情的其中一份子 这样子 你说有吗 是的 这个叫蝴蝶理论是吧 那么其实你的一些行为都会见次见次的影响 善的会成为一个循环 恶的也会成为一个循环 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把这种仇恨心 这种负面的情绪 应该把它转变过来 可是你说这我知道 但是好像我做不到 怎么办 做不到是因为我们没有去观察 像一个人 不要说今天他是伤害的另外一个小女孩 好 我们生活的当中 也有很多人对我们伤害 但他们对我伤害的时候 你有认真去分析过说 为什么他会伤害我吗 比如说 好 今天来 你对我生气一下 对对对 现在对我生气一下 生气不起来是吧 那我如果把杯子丢过去呢 开始就可以生气是吧 甚至我在当众臭骂你一顿呢 而且是 稍微就可以生气是吧 OK 好 所以呢 当我请他对我生气的时候 他气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因缘不和合 我把杯子丢过去 甚至我骂他一顿的时候呢 因缘就和和 好 我们 没有人想要生病 但会不会生病 没人想生气 但会不会生气 会生气 他只要因缘条件聚主的时候啊 这些事情呢 就会产生这样子 好 所以呢 今天 别人对你的伤害呢 也只是因缘条件聚主而已这样子 那 如果用佛法的名词啊 最少三个 第一个呢 他要生气呢 要有生气的对象 那就是我啦 那么他呢 还有他本身就有烦恼的种子 再加上他的心呢 想错了 把烦恼的种子勾引出来这样子 这因缘叫一聚主之后呢 那么他就会生气这样子 所以你 从自己身上看到 我不想生病 我会生病 我不想生气 我会生气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是没办法自主的这样子 我被什么自主呢 以生气来讲 我是被烦恼自主的这样子 同样有些人呢 被子丢过去啊 他不是生气 他反而在内心里面的生气一个忍辱 一种修行这样子 今天这个人将来伤害我 让我能够圆满我的忍辱波罗蜜 他应该是高兴的这样子 好 所以事件上面是中性的 但是我们怎么认知那个境界呢 才是关键这样子 所以苦不是来自于境界 苦是来自于我认知境界 以及对境界的之后的行为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去观察思维过 每一个人都不想要痛苦 每一个人都想要快乐 但如果做出的行为是 离开快乐得到痛苦 这种行为是跟我们心的本意 是倒过来的 唯一可以解释就是 他不是故意的 他是不能自主的 他被烦恼自主这样子 好 那这个从自己经验呢 在杜比于他人 同样今天这一个人 这个犯案者呢 他也是不能自主的 他被他烦恼所控制的这样子 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一个人 跟这一个人的烦恼 把它分开来 他的行为不好 是因为他被他烦恼所控制的 他本人不是这个样子的 把人跟烦恼分开来 所以这个 玉生菩萨曾经说过 他说呢 此非有情过 此事烦恼救 智者善观以 不称诸有情 这不是有情的过失 这是烦恼的过失 一个智者善巧地观察到 这一点的时候呢 他就不会去称恨那个有情这样子 你把人跟他的烦恼 把它分开来 你现在应该称恨的是 这个人的烦恼 而不是这一个人这样子 你就能够去宽恕这个人 原谅这个人 因为他不是真正坏 他只是无知的 就像老师所说的 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坏人 只有无知的人 你认识到他的无知 跟认识到他坏的话 我们心情是不一样的 是吧 但是呢 因为我们仔细分析观察过 知道这些行为背后 也只是无知 他不是故意的 为什么从我们经验当中 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知道吧 所以那些犯人之所以会犯错 都是因为被心中的烦恼所导致的 是啊 没有人会平白无故的去犯错 这个道理就像是我们照顾小婴儿一样 小婴儿在哭闹的时候 我们会去检查说 他是不是应该要换尿布啦 是不是该喂奶啦 或是他是不是被其他的声音给吓到了 是冷了还是热了 对啊 我们会去把这个原因给找出来 而不会一直去怪罪这个哭闹的婴儿嘛 可是我们实在很难把杀人犯 跟小婴儿联想在一起吧 杀人犯那么残忍 哎呀 那个啊 是因为他们的心中都被怒气给占据了 整个人被这样的负面情绪所左右 这时候啊 我们如果有对这个犯罪者的怒气啊 不断地放大 甚至四处去传播 整个社会啊 笼罩在这样的氛围下面 哎 最后啊 会不会连我们都做出这样 非理性的行为啊 哈 你是说 那实在太可怕了 如果我不能压抑自己心中的怒火 继续累积仇恨的话 其实就跟那些犯人是一样的 被心中的烦恼所驱使着 是啊 哎 那我该怎么办啊 所以啊 我们要好好的听法师 给我们正确的见解 来改变我们错误的想法跟做法 那我的功夫 哎呦 功夫啊 是不能解决烦恼的 哦 我知道了 与善知识心灵对话 提升了我们看事情的广度 还有深度 也提升了我们生命的高度 心灵对话节目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哇 还有你这家伙啊 这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